我们先过滑 桌上上掌板 听从教练顺利出行 蓝天白云搭配白色海豚窝当背景 浪漫指数破表 每一位学生都要自己滑着力奖 来到校长旁边接收毕业证书 毕业心情全写在脸上 很刺激 因为第一次在水上领带奖账 第一次玩很刺激啊 大概跳下去一次 不一样的水上毕业典礼 会由校长来颁发毕业证书 在水上完成这个毕业证书的传递 然后也恭喜小朋友毕业 学校表示校内拥有25公尺室内温水泳池 今年度有303位毕业生 通过教育部国中小学生 游泳与自救能力基本指标第三级 比例高达91% 通过第四级者以上高达16.83% 总共有11个班级 另外总共有300多个学生 那另外我们还有邀请到 张兴国中 东兴国小 张氏大复工 几个学校一起来参与 小朋友感受都很兴奋 有别于在陆地上的感受 彰化这所小学选在水上 颁发毕业证书 让学生们都有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 新唐人雅的电视 叶锡红 台湾彰化 裁缝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